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真的生灵的能力和他的那个大能 会摧毁一切的那种坚固的堡垒 不管你的心是多么的刚硬 如果真的神的手触摸着你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禁止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动感情今天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主题 今天也许弟兄姐妹在看到背叛与相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个主题怎么会放在一起呢 这是完全不同的 并且可能还是很对立的 背叛怎么会和爱在一起 那么我们上次是一起分享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一到十七节 主亲自的做出一个榜样 他为门徒洗脚 同时他要给我们一个命令 其实是要我们彼此的服事 彼此洗脚 带下一个更大的命令 就是一个新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而这个新的命令 为什么是新的命令 难道还有旧的命令吗 那么这个新的命令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先读经文 那么请弟兄姐妹读这个红体字 我们整天给他读一下 然后读到这个三十四三十五节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现在应验经上的话说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 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要先告诉你们 就要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有人接待我所拆遣的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就是接待那拆遣我的 耶稣说了这话 心里忧愁 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了 门徒们彼此对看 猜不透所说的是谁 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 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 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 你告诉我们 主是指着谁说的 那门徒就顺势靠着耶稣的胸膛 问他说 主啊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蘸一点饼给谁 就是谁 耶稣蘸一点饼 递给加列人西门的儿子犹大 他吃了以后 撒旦就入了他的心 耶稣便对他说 你所做的快做吧 同席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 有人因犹大带的钱囊 以为耶稣对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 或是叫他拿什么洲际穷人 犹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 他既出去 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要快快地荣耀他 小子们 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从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们大家一起来 三十四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好 我把剩下的读完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天父们 谢谢你 我们打开你的话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谢谢你伟大的救恩 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集 都在你的权柄之下 主啊 我们求你今天在这个地方 是我们能够真实地摸着你 求生灵在我们之中自由地运行 也求你用那刚才 触摸我的心的手 也触摸着每一位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被同一个灵所感动 我们把今天的聚集 交在你的手上 主啊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 阿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圣经是有两位作者 一位是人类作者 一个是圣灵 人类作者有四十几位 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人所写旧的 那么圣灵呢 在启示人的时候 人就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 语言文字 把圣灵的启示给记载下来 记录下来 所以人在写这个圣灵的启示的时候呢 他会用自己的语言 一些技巧 一些这个文法 来表达圣灵的启示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有一种写作的方式呢 我叫做肉夹馍的形式 是这个马可是常用的 那去过西安的吃过肉夹馍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 一个饼不大 从侧面切开 放上那个肉 煎好点肉汁 那在西安是一个很流行的这么一个素食 两块饼中间再加一个馅儿 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呢 在马可常常使用 你像那个 在马可福音里面 他用了一个 叫雅鲁的女儿 大家记得这个故事 一开始的时候 雅鲁来求主 说我女儿病得很重啊 求你去医治她 然后主就离开 这个时候在中间遇到的是血漏的夫人的故事 然后呢 再回到雅鲁的女儿 那中间呢 突出的就是中间这个馅儿 雅鲁的女儿这个主题 女儿你的心救了你 你看作者用这样一种方式 是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清楚 一下子提出这样的一个 圣灵所要启示我们的那个重点 包括后面啊 后面那个咒煮无花果树 那个也是这样的一种写作形式 当这个煮有一天饿了 早晨 我不知道是早晨了 我不记得那个 说是这个去找果子 老远看的那个无花果树枝繁叶茂 来到树下一个果子没找到 而马可更气人 说了一句话说这不是结果子的季节 别人就看了主是不是乱发脾气啊 可是呢 对了这一段的最后面 又提到了这一个无花果树 这一个无花果树呢 说是已经被皱住 之后从根都已经 都已经枯萎了 那么中间夹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就是洁净圣殿 主来到圣殿中来洁净圣殿的这么一个故事 用这样一个无花果树的预表 把它给突出出来 因为在历史上 无花果树就代表着犹太人 主的这样一个宣告 就是宣告以圣殿为中心的一个祭司制度的终结 所以这样我们在看的时候 尽管这段经文后面的延续 它谈到了信心 但是我们再大一点看 你会发现 每次的辩论 两次的辩论呢 在圣殿中 主和犹太人的辩论 都是关于圣殿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作者在突出圣灵所 启示我们那个主题的时候 它是也是用一些技巧的 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呢 也有这样一种痕迹 在一开始主预言 犹大的背叛 最后呢 却是预言彼得的三次不认主 而这两个预言呢 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你看犹大的结局是死掉了 可是彼得呢 却是因着主的一种挽回 使他生命产生一个反转 犹大呢 是魔鬼撒旦入了他的心 与魔鬼同行 而彼得却是因为肉体的软弱 惧怕 当这个的时候 他就怀了对主的爱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两个这个门徒的反应 所以结局就是一个进入到永恒的黑暗和死亡中 而另一位呢 却是因着他的这样一个回转 生命被扭转之后 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甚至成为一个为主殉道的见证 这样两个预言中间所夹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别人就从这里来认出 你是我的门徒 帮我放一下 打不开这个 好的 这样我们先看一下呢 这样一个背叛和出卖的这一个背景 所以在圣经中啊 其实是没有讲这个犹大背叛的原因 但是我们可以从主门徒 以及三年半的施工中所透露出来的 主和门徒之间的对话 我们看一下一些缘由 所以从某个层面来说 不仅其实犹大背叛处 那十一位其实也都在某一个层面上 都是背离 怨离 尤其是在十六章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的主说 时候将到 你们都将散去 只留下我独自一人 但是不是我独自一人 是我富与我同在 那个时候 十一个门徒都跑了 而犹大却是去卖主 那么 从 有的 弟兄姐妹就会说 是不是因为犹大是必须的 那一步 其实不是 主上十字架是上帝的旨意 是父神的旨意 即便是没有犹大 也可能会有犹二 犹三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的选择 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道路的这样一个自由 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的结局 所以背叛和出卖 其实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你像这个在圣经上记载的大卫王室 因着这样一个背叛却导致着四个儿子死于非命 在三文记下前十二章 大家看的时候 大卫的辉煌 可是到了十二章之后 公庭内斗 以至于四个儿子都死于非命 而中间的那个转捩点就是八十八的世界 他背叛他的勇士 他的将军在战场上为他卖命 他在背后去 与他的 与八十八通奸 甚至是导致一个谋杀的这样一个结局 你看这个在中国现在 你在网上一看看 也是婚内的出轨 互相的背叛 逼逼皆是的 杨菲利也在他一本书 好像是叫恩典多七亿 他谈了一件事 他说在美国有个机构设立了一个电话 一分钟自动打路 没有人接 就是把你想说了就告诉他 然后很多人就用这一分钟 就讲他们里面的那种愧疚 或者是他们有做的一些事 大部分都是因着那些婚内出轨 他们那些对配偶的不忠所产生的愧疚 在这一分钟之内 他们就对这个打路电话讲 那背叛似乎是充斥在任何的一个层面 可是最著名的那个背叛却是犹大之吻 在十八节的时候 我们主说 我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中文说的 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 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 主知道 我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 说同我吃饭的用脚踢我 这是旧约对主的 这一个被出卖的预言 整本圣经 旧约是为耶稣基督所见证 所以很清楚的 而到了十九节呢 他提到了一个点 他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 他说 我就要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可以信我是基督 基督是后来加上去的 在原来的那个翻译之中就是我是 大家都知道 我是就是神的名字 他就是自称啊 这就是 所以他说 这些我告诉你们 但是当事成的时候 你们可以信我是 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就是 为什么主说到那个时候 你们才可以信 为什么门徒们现在不信 或者是现在为什么 门徒对这个 以赛亚或者是对基督的 这样一个盼望是什么样子呀 为什么在这里主说 可以信 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们就来重点 看一下这个段落 这个事情 他所说的 那个事情成就呢 就是主的受死复活 那么主的来到世上的事工 很清楚 成就就恩 可是呢 这个门徒们以及当时那些 以色列人对米赛亚的盼望 和我们主来到世上 他要做的那个事工之间 是不是有差距呢 所以基督啊 你看啊 我们那个中文加了一个基督 这个字 基督就是受高者 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 那么米赛亚呢 就是希伯来文的翻译 都是指的受高者 那么那个原来 那个由来呢 是指旧约的君王或者先知啊 在他们开始施工服事之前 有一个受高的仪式 以此宣复他们的那个合法性 同时肯定他们的身份 和他们的那个侍奉 我们的主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当时发生一件事 在洗礼的时候 是圣灵像鸽子一样 降在他的身上 那呀就是一个 从天上圣灵而来的高膜 这一个高膜 就是圣灵 对耶稣 基督那个事工的一个加冕礼 在那一刻 圣灵印证的耶稣基督 就是那一位受高者 同时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就约上帝四百年的沉默 这是第一句话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三位一体的神 就在那一刻同时的出现 就是为了见证着 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加冕礼 他要开始他的事工 但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 对基督 对受高者的盼望 却是一直贯穿着 以色列人的历史 从被露之后更强烈 一直到了主前的一百多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盼望 就是更强烈 以至于所有的那些 在犹太地所兴起的那些革命 那些反抗 他们都认为很有可能 这就是弥赛亚 那个时候有一个马加比革命 他们建立犹太 以色列人在那有一百多年的统治 他们说这就是弥赛亚 可是到了主前六十六年的时候 被罗马人打败 也就没了 甚至有人说 那个西律修圣殿 是不是这也是弥赛亚 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 已经到了一个顶峰 但是犹太人的观念中 弥赛亚是什么呀 是谁呀 他们要来干嘛 他们的认为 弥赛亚来是带着 以色列人建立一个政治 军事的这样一个强国 带领他们驱逐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赶出那些来殖民者 或者是那些罗马人 他们要建立一个像 大卫索罗门一样的一个帝国 他们要万国来朝 四尽平安 从修圣殿 他们个人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英雄 要建功立业 这样的他们的盼望 和主耶稣基督的事工之间 是不是有一个差距了 所以 这些跟随主三年半的文徒 他们对主的认识 就像马可所记载的那个故事 说有一个虾子在伯赛大 求主医治 当主第一次触摸的时候 那个虾子就睁开眼 说默默糊糊地看到 有人那些像树木 行走 在当时的那种样子呀 就像是主第一次触摸这个瞎眼的人 门徒们对耶稣基督的事工的认识 也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甚至连彼得的那个任性 彼得这个任性 当时就主就问门徒们 说人说我是谁 他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有人说是先知的一位 主就问 你们说我是谁呀 彼得说你是基督 主很高兴啊 可是紧接着发生什么事啊 主就预言说要上十字架 这个犹太人要出卖他们 要出卖 要把他钉十字架 这个时候彼得什么反应当时 他说拉着主说 劝他 我们的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很客气 他说是劝他 但是原文是斥责耶稣 斥责就是马可一 一章二十五节里面用的 那个斥责乌鬼是一个字 你想想彼得有多急 他怎么可能啊 我盼望的那一位弥赛亚 我所盼望的是带我们去革命 带我们去征服那些人的 你怎么可能会去上十字架呀 他们是不 他们真的是这种反差是很大的 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 如果我是在现场的话 我会怎么想 我经历的主的无饼二鱼 我想跟着耶稣啊 肯定能打这种仗 肯定能打赢 你想想 五千人呐 我一包三千人 五千人四千人 五饼二鱼啊 简单 我们出去就不用带的粮草了 对不对啊 拿个五个饼两个鱼 五千人都吃饱了 你不用干活了 去打仗没问题的 肯定会赢 对不对 你跟着耶稣的话 去推翻任何的压迫 任何的这种外国人 肯定没问题 那不仅 耶稣有这个吃的 而且还有人吗 他可以让死人复活呀 拉撒路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我们去打仗 那肯定死不了了 对不对 你一死了 打 来 再 主 马上你死人 不是 那个出来 马上就活了 吃的有了 打又打不死 你能不赢吗 肯定你这场战争 肯定能赢了 不过事实也是这样 但不是这个层面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 主所要走的路 和门徒对弥赛亚的 这样一个期盼 他是有一个仗礼 甚至是对立的 他不是很清楚地认识 主的那个事工 所以在这个 主对门徒所的那个期盼 是建立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王朝 可是耶稣基督却是为了 顺服上帝的旨意 他不是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 建立一个政治军事的 这样一个强国 他是要救赎人类 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撒旦的黑暗权势 所以他走的是一条 卑微的 受苦的 十字架之路 他不是走的那条 君王的世上被人高举的 那一条路 当人的期望和所成就的 这个事实成为一个 有一个 这样一个落差的时候 这样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 就会产生 背叛和出卖 刘日熊弟兄曾经在一个 谈到婚姻破裂的 有些一个讲座的时候 他讲到 他说很多婚姻的破裂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配偶对对方 有一个不切实际的盼望 有些人对婚姻 有个不切实际的盼望 对爱情有个不切实际的盼望 既希望对方是风流倜傥 又能够赚钱 又能够养家 又能看孩子 又温柔又体贴 可是当你在进入的婚姻之中 那位现实在你面前的那位 不见得是这样 既需要他温柔漂亮 又能够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在外面又能见人 在家里又能干活 什么都是要求 这可能是一种期望 但是当我们的期望和现实 有一个这种落差的时候 里面所产生的 就是一种背叛和出门 所以有的人在婚姻中 他会接受了对方 有的一生就存着 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 一生愤懑 甚至导致不合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 我们的信仰的层面 我们重新反思一下 我们的信仰 我们看我们所信的 和我们主所教导的 是不是在一个层面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像 那个瞎眼的 经历耶稣基督 第一次触摸之后的那一种 模模糊糊对耶稣的认识呢 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这个 打有脸 左脸也有它了 我想这个所有的 很多人吧 就是包括不信 还没有信的人 他们就说 你对基督教 哪一句话最受呢 可能就是这一句话 这句话我们怎么去应用 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怎么去应用它 这是主在登山宝训的时候 的一个教导 是不是说 我在街上遇上人 打我一巴掌 人家走了 我到后面追上去 等会儿等会儿 这这脸咱打一巴掌 是不是这样呢 肯定不是这种 自面一一的理解 是不是 那么这一句话的 那个属灵含义 或者它的一个法则是什么 那个原则 就是放弃我们自己 合法的权利 由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成为一个主动的施语者 从一个这样的一个被害的层面 而成为一个主动的施语者 所以这样一个表面的简简单的一句话 却带着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它这是罗马书12 然后保罗曾经说 你不要以恶报恶 你要以善甚恶 所以是这样一个 将伤害停留在我的层面 而不将复仇 不将这样一个复仇的情绪去扩展 复仇的情绪 如果是一次一次的这样 累积叠加的话 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是基督的法则 那么这个世界呢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你捅我一刀 我捅你十刀 你打我 我拿枪 打你全家 结果就是全部的毁灭 可是主的法则 确实要以善甚恶 这样的带下的结果 就是所有的基督徒 如果是听主的话 就得要吃亏 对不对 别人打了我 或者这样 我们所有 不仅仅是我们要接受 这样的一个结果 而且还要 由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成为一个主动的施语者 是更高层面的一个提升 可是吃亏 没有人愿意吃亏的 我记得刘正雄 曾经说过 他说我什么都吃 我就是不吃亏 真的 他说吃苦容易 可是吃亏 怎么可能呢 可是主的教导 和这个世界的法则 却是完全的对立 世界的法则 其实是根植在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 我们那个自然的反应 就是我们这种价值观 的体现 所以一个自然的 已经根植在我们里面的 这种价值观 是不可能通过教导 学习影响去改变的 一个人的改变 只能是死 死掉 所以因此 这个主的教导说是 背起你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德国的一个基督徒 叫潘霍华 他曾经说一句话 他说 基督呼召 我们来跟随他 是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死 这个的死 其实是致死我们的老我 所以十字架带我们进入到死亡 带我们至死老我 可是耶稣复活的生命 带我们进入到永恒 那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很重视一个 就是安息日的教导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着 主和犹太人的辩论 每一次提到主在安息日 医病 什么掐脉碎 不洗手 等等等等 哇 犹太人看着 盯着他看着 主辩论了 辩论了 你为什么你的门徒这样 你们为什么不这样 为什么不去遵守神的律法 你知道安息日 在犹太人的抗位 非常的重要 那个时候 颁布律法的时候 到了生命纪 应该也就两条吧 也就是家人要休息 你周干六天就可以了 你自己休息 普遍也休息 甚至牲畜也休息 然后你有一个时间 和家人相处 你可以敬拜神 与人与神有个好的关系 拿出一天的时间来 有这样的一个 和人和神之间的互动 你不要去一周干七天 天天在外面 类似类似的 要有一个安静 要有一个安息的日子 上帝的目的是 为了人的好 是吧 可是犹太人为了表示 这样的一种敬钱 我们不能违背这个律法 我们不能违背这种规定 他们就规定 什么样叫做 安息日做工呢 什么叫安息日不做工 哪一种事 是不违反律法呢 所以他们就利上加利 利上加利 到了主耶稣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39条了 哎呀 这个火生着了 你往里面添柴 那不叫做工 你要新生一团火 做工 那你就不可以 违反律法 一直到现在 很多的这种犹太人 他们还是 守着这样的律法 电梯 安息日的电梯 每一层都停 你怎么办 你摁一下电梯 做工 违反律法 我十几年看了个电视片 专门介绍这个安息日 他说 他这个上厕所 那个厕纸人去撕 做工 那要提前撕好了 摆在那 你说这种律法主义 这种对人的捆绑 一直到了这样一种 他离弃了律法的本意 他不是去体谅上帝的心 他要带下一种外表的敬虔 所以那个时候主说 假冒为善 只是在追求这种 外表的形式 而不去看这个 律法的经意 耶稣啊 他本身就是律法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 成就律法 他来也是把人带回到 律法那个本来的意义里面去 所以他说 我来不是废掉律法 一点一花都不可以废掉的 我来是成全律法 他自己就是律法的本身 所以上帝是体谅人啊 所以当我们去认识 律法的本意 是上帝的怜悯和慈爱的时候 你不会去给予表面的 字句的意思 所以像我们之中 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 弟兄姐妹 在一些对经文的认识方面 可能也有一些偏差啊 比如有人强调 蒙头 蒙头 你这样形式做到了 不管你内心什么样 无所谓的 如果一个人内心骄傲 自以为是冷漠无情 飞扬跋扈 他把头蒙起来 他就是个好基督徒了吗 你不要说蒙头 你就是把整个身体蒙起来 又有什么意义呢 内心不改变呢 这些外表的形式 你再完美 毫无意义 所以我就很诧异于 为什么有人强调这种外表的形式 而不去强调上帝的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是上帝的命令 为什么不有人说 我怎么才能够多爱你一点 如果在弟兄姐妹之间 大家都这么样的去问 这样的去宣扬 我觉得这才是对的 这才是正确的 所以律法上最大的意是 尽心尽心尽一爱主 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 所以主当时在那个时候 两千年前就指责这些犹太人 说你们蒙从律出来 骆驼却吞下 那个芹菜回香薄荷十分之一 你们献上 可是上帝更大的意义 公义怜悯 圣洁和信实却不顾 所以主的那个责备 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 所以Rossville 或者是基督徒教会的标志 是十字架 以及十字架所带下的 彼此相爱 它不是蒙头 所以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弟兄姐妹要有一个 怀着一个彼此接纳的心 彼此相爱的心 也接纳了一些 对上帝的话认识还不全 生命还幼小的弟兄姐妹 给大家一个时间 一起来认识神的话 我自己也是这样 曾经在刚认识主以后 对神的话也不太熟 也是歪着个脖子 瞪着眼和人去讲 去谈 为什么神这样说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讲 我也是有什么过程 弟兄姐妹们都接纳了我 一点一点的就这么长大 但是生命的长大 是需要过程的 生命的长大 不是说你在教会里 待了三十年五十年 你就是个成熟的基督徒了 不见得 生命里面的心不变 你在里面待三十年五十年 也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也还是个baby 所以我们就这样回到 差一点 如果我们要存在一个谦卑敬畏神的心 并且对神的话有个敬畏 并且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话下功夫的话 我有一点点的建议 第一要来到圣灵的面前 求圣灵开启我们 没有圣灵的开启 再多的方式方法都没有用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用字意 文法 历史 文学 神学 从这五个层面来看一段经文 会比较全面 不至于断章取义 前后而连起来 在整个的圣经中 它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回到圣经的原则之下 尤其是圣经的大原则 爱神 爱人 这样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不至于偏颇 所以多说一点 字意吧 你比如说在看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从字意的层面去多看一看 现在的字意已经 就是字典了 翻译已经太多了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层面来认识 这个圣经原来的意思 有时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也作者的 他会为了让我们更清楚 会加一些东西在里面 你比如说蒙头 为着天使的缘酷 你头上有福全柄的记号 但原文中就没有福 没有记号 整个的这句话变成了 头上有全柄 姐妹们是头上有全柄 有全柄 祷告 有全柄 讲道 所以如果把整个的经文 扩展到第十四章 扩展到提摩太前后书 把整个的意思 你拉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会更清楚一些 字意文法 你看看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 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那天讲了什么 他是讲门头吗 还是讲源头 所以你看整个的圣经 它在里面是个什么位置 历史 他在说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在历史上 它是个什么背景 当时的听众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作者要提出这个重点来 他是只针对这一个教会吗 还是针对所有的教会 他是针对于普世性的吗 还是一个局部性的 历史 文学 它是一个诗篇 诗歌题材 它还是一个技术文 它是个论文 它还是一个预言 你用罗马书的教义 你想在诗篇里面找到 你会很麻烦的 在诗篇里面你会觉得 你的教义在前后会矛盾的 为什么 因为诗篇是祷告 是我们对上帝心和心的沟通 所以诗篇 所以有人就说 整本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话 只有诗篇是带我们向神说话 那是祷告 那是一种心和心的交流 你如果从诗篇中去找教义 像罗马书那样 很可能你会觉得前后矛盾 但文学体材不同 我们在认识神的话的时候 也是需要更高一点的去看 最后是神学的层面 这一段经文 如何把人带到上帝面前 如何和弟兄姐妹之间 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美好的关系 爱神爱人 这个大的原则之下 这一段经文如何去应用 而不偏 所以有一点点我个人的建议 那么我们再往下走一个 回到这两个例子 我给弟兄姐妹举这两个例子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重新反思 我们信和主所教导的 是不是在一个层面上 如果你信主之后 你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你很喜乐 你很没有任何的挣扎 做许多决定的时候很自然 两个可能 第一 你是一个满有圣灵的 被圣灵充满着的 被圣灵带领着的 第二个可能 是你还需要更多的认识主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他是把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之上 当这个天国长大的时候 他又会形成一个势力 天国的势力和这个世界的势力 他会形成一个冲突 这种冲突就叫做战争 或者是征战 而征战的战场 基督徒的心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征战的过程之中 在这样的一个战场上 它其实是发生在每一个层面 教会之中 家庭之中 生活之中 每一个层面都有这样的征战 基督的和世界的这种征战 所以我在这儿 稍微总结说 天国和世界的冲突 就导致我们与基督耶稣的价值观的这种冲突 这个字可能 这个话说的可能不是很完全 但是我能够想到的就到这程度了 所以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主提到了一个重要重要的一个点 是弟兄姐妹要记住就是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啊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会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就是我们在打一场已知胜利的战争 结局已经定了 这个最后的胜利已经奠定了 我们不需要再怀疑了 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 祂的复活的本身就是向这个世界宣告 祂胜了 祂胜了这个世界 在16章里面主再一次的强调 所以 在世上有苦难 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你像进来的经济下滑 利息高涨 物价飙升 我想这种压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经历的 在不同的层面上 或多或少 我们都会有经历这样一些难处 但是呢 更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这样一种 和主的价值观的这种挑战 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的这里是 主的应许 这个应许它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胜了世界了 所以我们会轻看世上的苦难 让我们有一个数天的眼光 积极地投入到生活中去 努力地工作 去度过这样一个难处 我们谈到苦难的时候 就必须得面对一个问题 苦难或者是背叛 不是苦难 背叛 背叛它会带下一个问题来 就是一定是造成一些伤害 那么基督徒如何去面对 背叛所造成的伤害 这个问题我本来是想把它避过去 因为有的时候不太好回答 如果我们把这个背叛所造成的伤害 这个面再扩大一点 甚至所有的伤害 不管是经济的身体的感情的所有的伤害 基督徒如何去面对它 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 逃不掉的 我们只是把这个背叛提出来 而不去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 我们的态度 那么可能就不太全 所以我就在这里有三个点 是从十字架上所得下来的答案 饶恕 悔改 和好 这三个层面是从十字架 所带下的一个答案 饶恕 怎么可能呢 是不是 饶恕 他把我伤害得那么深 我怎么可能会饶恕他 我要恨他一辈子 这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这就是世界的法则 对不对 快疑恩仇 我要报复他 可是如果因着人里面的那个恶的 不停地发酵 他所带下的就是一个毁灭的结局 这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讲到那个打左脸 有脸也有他打 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要带着饶恕的层面 可是 所以这个饶恕呢 不仅仅是饶恕那一个背叛者 或者是饶恕那一位伤害者 而饶恕更多的是释放那一位受害的 或者是在苦难中的那一位 从自己的苦毒仇恨和那个复仇里面给释放出来 所以在弟兄姐妹如果是劝慰一下在难处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就是尽量所抬取的态度是默默地陪伴 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太多 可能会对他造成一种第二次的伤害 有的时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哎呀你还是基督徒呢 你就不能原谅他吗 可能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他就说你又没有经历过我这样的难处 你怎么能够去体会我的心 就只能是求圣灵来做工 求圣灵在他里面形成一个滋润 让他的伤口慢慢愈合 圣灵在他里面开始进行一个反转的工作 所以这个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 父啊赦免他们 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对于我们在这个生活在世界的 和天国之间的这样的基督徒 他会有这样一种仗力 而这样的一个仗力 就带下一个这种饶恕的难处 所以确实是饶恕不容易 但是主却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 正是因为饶恕的不容易 所以才带下这样一个主题 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只有彼此相爱 你才能够有可能去饶恕 你一定就说了 怎么可能 我连饶恕都不可能 你俩叫我去爱 让我爱一个可爱的人 或者让我爱一个不相干的人 有可能的 你要我爱一个伤害我的人 怎么可能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可能 所以他就带入更大的一个主题 十四章到十六章 圣灵的赐下 因为有圣灵的赐下 因为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才有可能有这样一种 彼此相爱的心 圣灵来是将那种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说 圣灵的赐下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所以因为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才有可能相爱 因为彼此相爱 才有可能饶恕 但是圣灵的赐下的前提却是 耶稣基督得荣耀 在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为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 就是因为耶稣得了荣耀 父也因此而得了荣耀 而这样的一个荣耀 我们这些所有在基督里的人 也被带入到这样的荣耀中去 伟大的救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天父得荣耀 而圣灵的赐下 所以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耶稣基督得荣耀的那个途径 正确是十字架 是一种受苦 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他是一个走十字架的基督 他不是那样一个在人眼中的君王 高高高在上 拥有多少权柄 没有 他却是卑微地去服侍人 走的是一条苦路 所以耶稣基督的事工 他的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复活 升天 整个的这一个事件 就叫好消息 就是福音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又问另一个问题了 那些不信的人 或者是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他们也饶恕哦 对不对 那些还没有信的人 你也会看到他们 也会对一些事饶恕啊 我前段时间去见我一朋友 他这个一见面 他门牙掉一刻 我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 然后我就说 哎呦 我说大姐怎么样 就段时间 他说 嘿 别提了 我说你大哥 就是我老公 你外遇了 外边就有小三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他说 嘿 我就打呀 他就跑到那个地方 就和人家打 打了警察都给他下禁止令了 我说 我说 那你这后来是怎么样啊 他说这个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这个老公就回来找他 他说 嘿呀 这个和那个人就彻底的断了 然后呢 想再回来 这个时候他女儿不同意 你可见这个大哥 对这母女俩伤害有多深 通常女儿就做个合适老 就算了吧 没有 女儿就不同意 不然都爸回来 可是这个大姐呢 他就自己那种挣扎 他说 我当时确实很为难 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决定 他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他说 你说有一天 如果他又老又病 或者是怎么着的话 我去不去照顾他 那他想 我还得去照顾他 他与其将来照顾 不如现在就让他回来算了 他说年轻的时候呢 他说是爱情啊 岁数大了 就成了亲情了 那他说我就原谅他了 哎 你看 这个不信的 或者是还没有信的这些人啊 他们也有原谅啊 我接着那个机会 也给他传福音 我两个人讲 我说 大姐 你看我们呢 你看 不管什么年龄啊 我那大哥都六十多岁了 我们都经历 都会有这种诱惑的 我说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怎么祷告吗 他说 你们怎么祷告 我说 我们求上帝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他说 哦 他很认真地听 然后呢 我说 如果有这样一种难处里面 我们会求神呢 就救我们脱离凶恶 他很认真地听 我就再没有继续下去 因为有的时候说的太多 会让人产生反感 我就把他推荐给旁边的一个教会 我说 你呢 你到那儿去 他说 好好好 我一定去 我带你大哥去 你看 这种不信的 或是还没有信的人 他们也有饶恕 那么这样的一种原谅 或者饶恕 有什么不同呢 在三十节 他里面讲说 犹大受了那点饼 立刻就出去 那时候是夜间了 犹大与主同行三年多的时间 他经历过主的大能 医治 各种的神迹 其实听着主的教导 可是他内心的黑暗 是他无法在光中见光 他的内心的黑暗 是一直地保持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目的 他最终的结果就走向了 无边的黑暗 一个人内心的黑暗 是最可怕的 那么黑暗呢 会使人充满恐惧 黑暗会让人找不着方向 因为黑暗的主是撒旦 可见一个人的心 如果黑暗 它里面是没有方向 它是很痛苦的 那么人内心的光是什么呀 那么这样的一个光 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节 生命在它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我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没有反应 可是我反复地读 我就发现生命在它里头 生命在它里头 你有它你就有生命 你没有它就没有生命 这个生命是带我们进入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当你有了耶稣在里面的时候 这样一个生命才能够使你的里面被点亮 我到世上乃是光啊 就是在十二章四十六节 他说凡叫信我的不住在黑暗中 主就是将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只有信耶稣 接受耶稣 才有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 踩不住在黑暗中 所以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他们凭着生命中那一点点残存的 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也许会做出一些看似正确的决定 但是没有耶稣的生命 无论做得多么伟大 在永恒中都毫无价值和意义 所以澄清一个原则 这个地方就是不可将刑罚犯罪 制止犯罪 公义的战争混杂于这一个原则里面 那一个属灵的原则是 保护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 第二点就是悔改 背叛者或施暴者的悔改 是第二步 如果施暴者或者是背叛者不悔改 受害者只能是 让施暴者只能会变得变本加厉 是吧 而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心 也是由着圣灵的内住而产生的 那种真实的悔改 在这里 然而还是这一段 我若不去保护时就不能到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既来了 就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十六章七到八节 所以犹大你看他一条道走到黑 他宁愿杀死自己也不悔改 可是彼得却不同 是不是 他心存对主的爱 尽管是那样对主 三次不认主之后 内心的那种极大的愧疚 我是去折磨着他 可是他还残存着那一点 对弥赛亚的那个模糊的认识 他还在期盼着主对他的应许 而当主复活之后 在加利利海边对他挽回的时候 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就像上周 Brother John所传讲的那个信息 那就是 那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而那样的一个改变 是决然不同于犹大的那个背叛 他与魔鬼同行 可是彼得却是因为肉体的软弱 所以感谢主当时在 提比利亚海边问彼得的那个话 就是说 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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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喂养我的养 所以那时有一个伟大的见证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使他有一个挽回 使他自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悔改 而成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见证 所以悔改呢 就是我们转向神 我到现在还记得 好久之前 江手道弟兄就在这个讲台上 他当时就来比划这个悔改的意思 他说悔改就是这样 转向神 我以前讲过这个 他就是给我们做什么个比喻 以前呢 你是朝着世界 你现在转向 那就叫悔改 你看好多年了 我现在一直每次谈到这个悔改 我就想到 江手道弟兄的这个手势 转向 离开你自己 转向神 第三个就是和好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尔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异掉仇缘 就是呢 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费了冤仇 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 十字架最终的目的是 带我们与神和好 而十字架也带我们与人和好 不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层面之中 这种和好也在我们之中 不管是弟兄姐妹之间 负责的弟兄姐妹之间 都有一个这样一种和好的心 是要一份主动 不管是年龄什么样 我们有一个和好的心 这是一个目的 第三呢 我们就一个彼此相爱 一个新的命令 这个新命令 新在哪里呢 是因为基督做榜样 在旧约中也谈到爱 但是他做不出来 行不到 而圣灵的内住 却带下这样一种可能性 是我们基督的榜样 第二 圣灵的能力 因为有圣灵 所以能够行出来 所以这三个点的不同 就是因为它是 就能告诉我们 这是新 新的命令 是能够行出来的 它不是文本上的 在书本上的 也不是一个条文 它是圣灵的内住 是我们里面 将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 出来 耶稣的爱是超越血缘关系的 他要以这样的一种爱 来弟兄姐妹之间 彼此相爱 所以这一段 大家也都守 门徒们说 你的母亲弟兄在外面 主说 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我的母亲 看他说 这些 就是顺服神的旨意的 就是我的弟兄 我的母亲 主的爱 它是超越一种 家庭的血缘的 这样一个层面 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对主来说 是更高 更大 是超越这样一个 小团体 或者一个家庭的层面 它是一个舍命的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以这样主的一个爱 就能够告诉我们 这样一个 只有爱 这样的背叛和邪恶 如果没有爱 背叛和邪恶 就会充斥人的心 人就在黑暗中 但是黑暗的 却是撒旦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 就提到了 背叛怎么和爱 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没有爱 这个世界就会不停地 人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这个世界的法则 最终都导致的 就是所有的毁灭 可是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就叫他要告诉我们的事 通过耶稣来告诉我们 这就是福音 所以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 是掌权的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里 是罗马书所记载的 只有拥有耶稣基督 我们才有可能有这样一个爱 因着有基督 所以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内住 才是我们有这样一份 彼此相爱的心 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这一段 好吧 来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 这样一段时间 在你的面前 我们在这一刻 求你 求你赐下 那一个灵 那个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求你 赐下圣灵 主要 说我们能够真知道你 说我们能够 真的抹着你 主要 让我们在一次聚集的时候 能够彼此相爱 主要 我们更求你 圣灵 在我们之中 做工 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做一些燃烧的工作 主要 去掉我们生命中 许多的渣子 去掉许多那些 不讨你喜欢的东西 去掉那些 我们道听徒说的 那些我们文化中的 底蕴 那些东西 主要 就这一刻 求你燃烧 让它烧掉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干干净净 单纯地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来 让那个灵 赐人 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能够 真知道你 知道你 独一的真神 并知道你所 带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主啊 谢谢你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 祝福这年轻人的时光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 谢谢书弟兄 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被害和相爱 确实它内容很丰富 回顾了旧约 新约的教导 那个确实是这个 从 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当中的 内容 里边就是犹大的背叛 和彼得的三尺不忍住 来做一个对比 实际上就是说 正写明了就是说 我们今天 在世度日 在服事 主要是一个 讲究一个就是说 一个心 犹大士在黑暗中 他不见光 所以他背叛神 同样的 保罗 这个也就是彼得 因为从 火转落体当中 他没有悟性理解 耶稣上十字架的 一个属灵的意义 所以他从爱心出发 来劝阻 所以这样的 是同样发了 这个 背离神的错误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当中 应该要警醒 我们今天在世度日 我们今天的跟随主 应该从属灵的 悟性的层面 知识方面 他又回顾了我们信仰 我们的信仰 实际上这个当中 不是我们今天 跟随主在表面 或在表面当中 他举了个例子 很好的例子 关于到蒙头的问题 同样的 就是不是我们今天 照着外边的去做 里边根本没有爱心 根本没有胜负的心 那再蒙头 改的再年 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今天 有一个尽钱的生活 我想这给我们 很大的提醒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提到的 我们今天真的是 只有他 我们今天十字架 做十字架的功课 十字架的生命 才能够让我们跟随主 像主那样 有扩充的度量 来赦免 赦免 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 但是另一方面 给我们一个 接大的提醒 我们今天 我们在跟随主的路 不要路了 到像犹大一样 来背叛神 这一点给我 接大的提醒 我想呢 我想到了这一点 给我提醒 我们希伯来书 第六章当中 他提到了 我们是怎么样的 认到那些 蒙了光照 藏过天的滋味 又与圣灵有份 并藏过善道的滋味 均无来自全能的人 若是离弃真道 若是离弃真道 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钉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所以当我们 今天如果 弃绝了 我们不跟随主 不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 我们离开了神 背离了真道的话 实际上 我们会露了道 像犹大一样 我们今天 弃绝十字架 把神 重钉十字架 所以这个是 极大的提醒 对我们来说 好吧 我想弟兄的内容 非常丰富 让我们反复的思想 让我们怎样的 得着一个亮光 让我们跟随主 就是一个 敬虔的 逃生喜悦的 谢谢主 那么今天 我们先欢迎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欢迎你 没有是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有一个 姐妹聚会的报告 今天下午1点15分 到2点半 就姐妹聚会 在图书馆进行 内容是 分享盖恩夫人 身心的摸跃 往上和尸体同时 两边去行 希望弟兄什么参加 好吧 网站在上边 这是一个 那么另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年终 就是特会 我们再报告 再报告一次 就是 刘志勇弟兄 来有一个 摩西的故事的特会 这个报名呢 是截止到 9月34号 那么这个 现在呢 已经有 110个人 报名 整个是 386个人的名 希望大家能够 报名 永远参加 因为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 我们很久已经没有进行一个 尸体的一个年终的特会 所以这有机会 那么另一方面 这个报名的人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个是分两个 一个网上的link可以报名 这是一人报一次 一份 那么第二个就是 我们后面有个报名单 它是一个家庭报一份 好吧 这样都可以的 那么这个收费的情况呢 我稍微强调一下 这个收费的情况是这样的 这是作为参考 我们原则呢 是奉献的 不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参考 它是这样的 成人一般来说呢 是成人和就是读大学以上的 都是200块一个人 好吧 那么就是说 小孩 三岁以下的免费 好吧 三岁到六岁的 就是学同班的 是80块钱 六岁到十一年级的 到了十一岁的 是180块 好吧 那么再次到大学的 就是全费 这仅仅是作为大家的参考 希望大家是勇要参加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有点祷告 感谢主的恩典 你是如此地爱我们 每次接受你的仆人 把自己的话女 供应我们 目的让我们能够 继续你 接受圣灵的运行 让我们继续你 对我们说的话 让我们现在在地上 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活 而照着你自己的话女 能够活在地上 为你做见证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 不能任意宛为 我们今天真的要造着 神的旨意 讨神的喜悦 活在地上 为你做光做眼 代言主这次的话 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 另一方面 祝你爱我们 也接受 你弟兄姊妹的服饰 你为我们预备了 丰富的晚 这个中午的午餐 代言主几年 这是弟兄姊妹 为爱弟兄们 姊妹们所摆上 在厨房服饰 你也就接近这个食物 示给我们 让我们吃了以后 成有感恩的心 活在你的面前 代言主接近我们 代言主也祝福我们 让我们今天 如是为教会 因着你自己 圣灵的启示 造作你的话女 成为灯台 为你烛光烛烟 祷告奉主明求 阿们 感谢主人 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 如果会后弟兄姊妹 有感动的 帮助